奉圣父和圣子和圣灵的名,阿们。 主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 愿恩惠、怜悯和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 天国,顾名思义,就是天上的国度。 但天国并不是我们华人文化中所想象的那所谓的九天之上的神仙天界。 奇怪的是,有很多人,包括我们不少的基督徒,都存在着这样的想法。 事实上,我们基督教的天国是上帝所掌权的地方。 它既不属于地上的国,但它也不在高天之上。 我们的天国是上帝的国度,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的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彰显之所,就是上帝的藏目,资历的人间。 我们天里的基督徒,就是这天国的子民。 所以,什么是天国的问题? 将是我们基督徒首先需要明白的问题。 不愿你连自己现在在所谓的地方,将来要去哪里,都不会清清楚楚。 主耶稣曾经多次地,约蒙徒们谈论起天国。 在今天的福音中,主耶稣又说,天国就像藏在地里的宝费。 天国就像一个逝去收购贵重珍珠的商人。 天国就像一张鱼网,撒在海里,捕到了各种鱼。 在这里,主耶稣用三个福音,给我们介绍了天国。 他强调了,天国是和伦的宝费。 因为上帝的天国里面,有他爱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救恩就是那藏在地里的宝贝和那一口极为贵重的珍珠。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这就是主耶稣这三个福音中所表明出来。 这三个福音,书看起来或许没有什么联系。 但是,我们进到经文里面深看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这其中的奥秘和宝贝。 我们就可以发现变满所有的财产。 我们就可以变满一切的产业。 把这宝贝买下来。 因为这宝贝是极其贵重的。 这宝贝就是救恩。 这救恩就是那鱼网。 它被撒在海里,捕到了各样的产业。 当网满了,人们把网拿上岸,然后坐下来挑选。 好的就收起,不好的就丢掉。 这真是一幅神圣的画像。 这埋在地下的宝贝和无价的真书。 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自己。 这网就是上帝的律徒福音。 就是十字架的道理。 撒网的人就是基督。 就是替他庞大的牧师。 水族就是所有有罪的事。 好余就是那些为罪忧伤。 为罪悔改。 接受基督。 被基督的义所遮盖的信仰。 我们都知道,我们感恩。 上帝的道带来了新的生命。 上帝的道带来了新的拯救。 主耶稣用律律和福音的网去补。 福音的网,网就覆盖了所有的罪。 当这些罪,离开原来的黑暗的环境,被网打了上来。 但是正如这些网,这些鱼有好,有不好。 好的就收起了。 不好的就丢掉了。 并不是说,鱼有好坏之分。 人有善恶之分。 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承认, 世人都是罪,你我都是罪, 都是邪恶的。 但是我们这些邪恶的人,如果愿意被基督所支干。 我们就可以靠着信靠基督的功劳得救。 所以当我们撒下去,把罪、把邪恶的人聚集在一起。 其中这些心理愿意,需要基督的义的人,就会被卷选起来,留在天国。 他们就靠着基督得救。 反正那些不愿意,不需要基督的义的人,也会被卷选起来。 但是他们被扔掉了,他们就堕落在地狱里面。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沙王的比喻,形象地说出了上帝的福音,把人召集起来,召集到教会。 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里面,同样存在着信主人和不信主人。 正如我们前几个礼拜所讲到的教会里面,有拜子,有麦子,有山羊,有绵羊,有恶人,有义人。 但是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败子,有麦子,山羊,有绵羊,好与快乐,恶人,有义人,就将被分离开来。 天使必把恶人从义人中捡出来,丢在火楼里面,让恶人在那里哀哭切死。 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谁是义,谁是公义。 好的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祂是义,祂才是公义。 你也能够从基督那里得到公义,成为义。 但是,公义并不像我们世界所理解那样。 公义并不是简单的好与坏的事情。 事实上,好的事情在上人的眼里,可能是被视为邪恶的事情。 因为你可能正在犯罪,你的行动也可能是邪恶的。 因为你做好事的动机是不纯洁的。 你认为你牺牲了自己的时间,牺牲了自己的经历,牺牲了自己的金钱,去帮助别人。 就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功能,来讨上帝的欢喜,来换得上帝的救恩。 你也忘记了,信靠耶稣基督十字架通了。 所以,我们的主在教导基督徒做善事的事情上。 他说,你要捐得乐意。 因为捐得乐意的是上帝所喜爱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做好人好事,要发自心,要出于基督的爱,要出于我们基督徒的自愿。 到此,朋友,弟兄姊妹,今天的福音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什么是天国的宝贝。 这天国和天国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宝贝的救恩,就是通过福音的宣讲,通过神圣的洗礼,通过耶稣基督的圣传,今天闻到我当中。 弟兄姊妹,在你们受洗之前,你们像一个寻找在地里宝贝。 你们像一个逝去收购贵重争据的人。 你们像一个辛苦、劳碌、杀网、忙碌的人。 但是,你们历经辛苦、劳碌,你们已活在世界的黑暗中。 你们人员亦无所迫。 直到你们今天被上帝的王拉上了,你们听到并相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你们才脱离了黑暗,进入了荒野当中。 你们才把耶稣基督当作你们生命中的自称的宝贝。 这宝贝就是那定在十字架上,愿意代替我们去使耶稣基督。 这位从天降临的上帝的爱者,从来没有犯过罪,也不必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因为爱我的人物,就欢迎变满了他所有财产。 变满了他一切的产业,甚至放下他自己的生命。 作为罪的俗价,他为了拯救我们。 他愿意担负罪孽,愿意死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一切愿意相信的脱离死,脱离无悔,脱离罪孽,脱离黑暗的相知。 感谢主,愿耶稣基督今天人缘呼召到的牧师,继续地用上帝的福音和律法来杀我。 愿圣灵也继续地感动你,并撇下所有,单单地跟从救主耶稣基督。 愿这位耶和华,你的上帝,这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信实的上帝, 相爱他,守他诫命的礼,守约。 向你施子爱,直到千秋万代。 封圣父,和圣子,和圣能。 阿们。